全国首个针对乡村振兴特别设立火车站开通 中心网林仓11月6日点 全国首个针对乡村振兴特别设立火车站 临南大陵铁路小湾东站6日正式开通运营 该车站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为助力乡村振兴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 而特别设立的火车站周边30多万民众的生产 生活将因此受益 当天13时39分 一列白色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 犹如巨龙翻山越岭 准点到达小湾东站 我20岁那一年 天不亮从家里举着火 把步行三小时到乡镇 在坐大火车颠簸七个小时后 第一次进县城 方便的不仅是出行 更重要的是能搭乘火车远销外地 他说 我一个人父不教父 我还要带着乡亲们搭上铁路发展的快车 实现共同富裕 华能小湾水电站党委书记南冠群说 小湾电站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云南省西电东宋 云电外送战略的苦冠电源点 年发电量191千瓦时 受地形地貌限制 车站采用半岁半桥方式设计建设 一半建在新华岁道里 一半建在蓝苍江特大桥上 面对雨季施工 材料进场难 有效作业时间短等困难 滇西铁路建设指挥部 组织中铁一局等参舰单位配其资源和力量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多方协调 落实施工进度方案 连把进度安全质量观 台山凿石 填土建站 经过160多名建设者 100多天的精心施工 车站如期建成 举目眺望 小湾东镇党委书记黄建波兴奋地说 小湾东站的建成运营 为我们乡村振兴搭成国家发展战略 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同时也打通了南建茶叶走向林苍茶区 昏明和省内外市场的重要通道 为南建十万多茶农 带来巨大的增收支付效应 后面复兴搭成 最后一切的增加 我只需要 我可以